问大家一个问题 谁在此时最不愿意看到巴以冲突 答案你很可能想不到 也许此时最不愿意看到巴以冲突的竟然是美国 很多人听了估计会直挠头 美国那可是中东乱局的始作俑者 你看美国总统拜登1986年 他还是参议院议员的时候 就在公开演讲中 把美国布局中东的真实意图说得很清楚 拜登把给以色列的30亿美元的援助 称作是最好的一次投资 他还说如果没有以色列 美国就创造一个以色列来保住在中东的利益 这些都是实锤了的 以色列的角色不就是扮演中东的定时炸弹 给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带来安全隐患吗 然后美国再以守护为名 绑架中东产油国 最后实现自己用美元绑定石油 巩固大主地位的目的吗 利用以色列搞事情 这不是美国的一贯战略 你怎么能说美国不愿意看到巴以冲突呢 此一时彼一时 如今美国对中东的态度相比乱 其实更希望稳 从前这块土地不在我的势力范围当中 那当然是越乱越好了 乱就意味着有机会浑水摸鱼 现在这块地方我是化石然 那肯定希望稳一点 稳管理成本才会更低 才不会被别人浑水摸鱼 你看这就是角色变化之后带来的心态变化 美国希望中东稳定的算盘 那可是打在名处的 拜登执政期间最想促成的事 就是沙特和以色列的建交 甚至不惜拿出民用和设施 军售项目来作为礼物 向沙特抛媚眼 本来沙特跟以色列确实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这次巴以之间再次发生冲突 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 沙特没办法 必须要有自己的态度 你看沙特外交部先是强烈谴责了以色列 紧接着就转达了暂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甚至有媒体传出消息 沙特不是推迟谈判 而是冻结了谈判 这下好了 美国折腾了三年的中东和谈 一夜之间化了无用 不止如此 巴以之间的再度冲突 给美国带来的第二道连锁反应 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乌克兰的耻缘 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地位 对美国而言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乌克兰的角色更像是个打手 美国对待他只需要三板斧 给钱给武器 然后攻攻火 而乌克兰的作用就是拖住俄罗斯 同时给欧洲制造不安全感 让更多的避险资金流向美国 相比之下 以色列对美国的重要性 那可完全不一样 犹太人在美国所占的比例 虽然不到3% 却操纵着70%以上的财富 从经济对政治的影响程度来说 以色列那就是美国政客的胜地 咱们都知道 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 都要避免两线作战 所以乌克兰和以色列之间 美国该怎么选 这不需要动脑子 有两个消息似乎可以佐证 美国对乌克兰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条消息是 本身就已经处于停摆危机的 拜登政府最近宣布 咬着牙也要持援以色列 80亿美元 这80亿从哪来呢 很简单 把本来要支持乌克兰的钱 拿去给以色列呗 你说泽连斯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啥感觉 想必基辅即将迎来的冬天 这会对小泽来说 含义可能更浓吧 第二个消息就更劲爆了 美国媒体爆料 泽连斯基的夫人10月初 在美国的卡迪亚旗舰店 一次性就消费了111万美元的珠宝 原来这个消息是被掩藏的 甚至专柜的店员 只是对这个账单进行了拍照 第二天就被解雇了 但是随着以色列陷入战局 乌克兰第一夫人 拿着美国援助 大肆购买奢侈品的消息 竟然在美国登上了热搜 拔出萝卜还带出了泥呢 第一夫人甚至被顺藤摸瓜的拔出来 这不是她第一次炫富了 去年年底 泽连斯基正在向美国和欧盟 寻求财政支持的时候 这位名媛逛了逛法国巴黎的乡线利舍 就花了4万欧元 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 以前美国把泽连斯基捧的太高了 说他是什么斗士英雄 现在如果直接撒手 面子上确实摸不开 先做一些舆论公事 这可能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抽身做准备 应该说 放弃乌克兰对美国来说 也是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 和俄罗斯拉扯了一年多 普京不但借机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俄罗斯的GDP甚至没受太大的影响 2022年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是5.51万亿美元 如果用购买力评价衡量 俄罗斯经济甚至领先于德国 成为了欧洲最大经济体 现在放弃乌克兰 过去一年相当于是前功尽弃 但是为了以色列 也只能含泪丢具宝帅了 巴以冲突对美国带来的第三层影响 跟伊朗有关 这个事的起因还得是俄乌冲突 因为要制裁俄罗斯 能依靠沙特和阿联酋 但这些中东国家的产能已经被榨干了 真的很难进一步的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 北约国家只能望向美国大哥了 当时拱火的是你啊 现在你作为带头大哥总要有一些解决方案吧 咋解决呢 看来唯一能考虑的能源只能是伊朗了 伊朗可是除了沙特之外 欧派克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还掌控着全球近40%的石油运出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被称作是世界石油阀门 美国最近对伊朗打的一系列的示爱拳 那绝对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先是签署制裁豁免 允许伊朗将冻结在韩国银行的60亿美元石油款 转到卡塔尔 然后释放了5名伊朗囚犯 更让人憋不住笑出声的是什么呢 这次巴以冲突中 有消息说伊朗是哈马斯背后的支持者 伊朗自己还没反应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第一时间跳出来否认 说什么没有证据证明伊朗和袭击事件有关 放在以前 美国的习惯性做法就是 中东问题不管青红皂白 先指责伊朗 那现在美国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了 希望跟伊朗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 以此呢来鼓励伊朗在国际能源市场增加产能 缓解国际能源的价格压力 没想到没想到 这突如其来的巴以冲突升级 打乱了美国已经部署的节奏 如今很明显啊 你要站边以色列 就要和伊斯兰国家伊朗对立 之前俯下身子示好的努力 全白费了 头疼吧 所以你看啊 这个国际关系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表面上是巴以之间的冲突 背后却让美国的一系列计划连连受挫 当然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重瓜得瓜 重斗得动 毕竟二战以后 以色列作为中东区域不安定的火药桶 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不就是美国吗 好了 最后要说一说 这次冲突对咱们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我看来 最大的可能就是 巴以冲突会促使中美关系的缓和 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 这五年间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那是轮番上演 美国已经不知道对中国的各行各业制裁了多少回了 但是中国却像是一枚铜豌豆 打不倒压不垮 还在逆境中萌生出了高端芯片的嫩压 这还打啥呀 国际局势如此糟心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拥有最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 谁合作谁受益 那既然打不倒 是不是该好好聊一聊了呢 最近美方无限期豁免了三星和海力士向中国提供设备 这也许算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吧 曾国藩的名言是劫应战打呆仗 真正的高手并不一定是触控进攻 而是做好自己 等待对手犯错 我是崔为了资格文财